这九种人擦肩即可,不可生交 第一种人,轻诺寡性的人 把许诺当作玩笑,信口开河,随口说说 背后却从不行动,不作为,言而无信,何以生交 第二,奋臣谄媚的人 与人相交别有用心,话不真行,言不争议 需要你时热情积极,不需要时则狠心抛弃,阿谀之人不可信 第三,唯利试图的人 看人看背景,教人教条件 一切只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自己获利 这种人不仅不可信,还要小心提防 因为也许某一天,他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你 第四,贤贫爱富的人 只交权贵,而没有善心和同情心 把人分为三六五等,区别对待 这种人往往善巴结,爱讨好 但如果你平庸又贫穷,他则根本不屑于你打交道 第五,臣服太深的人 这种人或许无害,但却也难辨真心 心思太多,往往也精于算计 对于臣服太深的人,有实话只能听三分,信三分 让自己保持一点怀疑,才能避免为利用算计 第六,八卦多事的人 这种人也许无心,但却十分热住于处处打探,桃根问底 这种人往往容易造成间隙隔阂 破坏你世界的和谐和安静 所以,适当保持一些距离,不视为一种明智之举 第七,不孝顺的人 孝顺是一个人不可缺的基本品德 如果对生养自己的父母都不能存有孝心和感恩之心 又何谈期待他能对你心怀感激呢 不孝的人不值得交心 第八,游手好闲的人 游手好闲之人往往缺乏责任感和人生方向 懒散又不愿意吃苦 这种人容易传递负能量 也容易变成他人的负担和麻烦 与这种人也应适当保持距离 第九,毫无原则的人 毫无原则之人往往不懂自控 不会自重,太过圆滑玲珑 让人难以信赖 不交这种朋友 才能守住自己为人处事的立场和原则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